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一则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,视频中医生手持好针透刺患者小臂,让不少网友疑惑不已。 针灸专家指出,该视频展示的是传统的透刺疗法,而不是穿针。 透刺疗法是针灸中常见的运针手法,通过疏通经络,调和气血来治疗疾病。 针灸医院副院长周宇表示,透刺疗法在治疗顽固病症方面效果明显,但并不一定要像视频中那样穿透另一侧表皮。 冯欣欣主任补充道,很多患者在接受针灸治疗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接受透刺法。 这种疗法在针感方面可能更强,但在可接受范围内。 透刺疗法是中国传统医学宝贵的疗法之一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